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在这一战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终于都承认了 说有很多拥有亚太区业务的外资企业 已经是搬离了香港了 而且这些企业重返香港的机会是很微 第二单消息 香港民意研究所日前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每四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想移民 但是林郑月娥竟然略带不舍地说 说她是没有兴趣评论 而且是不想评论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行会召集人陈志思说了些什么 他就提及到 说取消英美等九个国家的禁非令 还有将外地港人回港之后的隔离检疫期 减到最少7日 有关的安排就符合科学 属于可接受的做法 但是这些措施 能否足够香港来到去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还要看往后的发展 而他就认为香港长远是不能够持续现行的隔离检疫做法 陈志思又提到 自从Omicron的疫情爆发之后 很多地方都已经是逐步的开放 由于香港有着地利的优势 相信商业活动和大中华地区 以及大湾区相关的企业 搬来香港的机会就不大 但是如果跨国企业 以香港作为亚太区的总部 需要经常往返东南亚 日韩和澳洲等地 这些企业根本上就不可以在香港进行商业活动 因此在过去那几个月 很多主要从事亚太区业务的企业 都已经搬离了香港 迁移至到杜拜和新加坡等地 他相信这些外资企业 重回香港的机会就较微了 这些真的一去不返 陈智思就说香港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很多的业务要跟国际接轨 但是更大的经济活动就需要内地进行 他就说未来都需要视乎内地怎样处理疫情 而他是不相信内地永远闭关 他还说本港的第五波疫情 是内地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 其实他大体上说的那些东西 我都是赞同的 因为他根本就是反映商界的理性意见 你没可能是长期隔离的 是痴妈根的 你只要一天维持着隔离检疫的做法 一天都是严重地赶客的 因为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 绝大部分的国家 如果他是愿意对外来开放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是实施了这个免检了 只要是打齐针的 只要是检测到他是阴性的 你没可能是不放人家入境的 无论他是个人的旅游也好 商务的旅客也好 一定是要趕快开放才是 当人家已经是免检的时候 无论是杜拜 新加坡 你还在实施这些检疫 隔离 七日 以为黄恩大舍 当然了 陈智思说得很客气 他说14日减到7日 是可接受 难道不接受吗 实际上他说得很快 你就要将7日降到0日 对不对 你现在本身已经是每天几千宗的个案 有没有可能还要将别人隔离 他不怕死 你就由得他进入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做别人的生意 我都不明白 你这样就是将香港的地位拱手相让给新加坡 有些企业 本来都不理香港什么国安法 他志愿继续做生意 他不走 赶死不走 因为他还有钱赚 坦白说 那些什么国安法 就是针对香港自家人 是在政治层面来操作 经济层面还未涉及 那些企业就继续赚钱 你当时又弄了这些隔离检疫措施 你就赶走他们 人呢 就是以外国的向往自由的商人 专才来说 你隔他一天他都嫌多 他都嫌你限制了他的自由 当初外国都有这些隔离检疫措施的时候 那就由自可 因为他没得选 人最怕是有得选择 有得选择的时候 人家就走 人家有什么可能不走 去新加坡 一落地就可以到处走 去香港还要隔七天 他肯隔就跟理性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那些企业要走 没办法的 因为人家就是要通商 人家就是要赚钱 当然了 陈志思就说 不相信内地永远都想闭关 我都同意的 因为大陆自己都想寻找一套 最合适他们的软着陆方法 就是所谓的中国式共存 现在上海很可能就是搞这一套 问题就是 大陆都不够胆 一下子就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的医疗资源 医疗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他是不可以就这样 谋谋然开放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印度的情况是怎样的了 当初那些蓝丝 盲毛就走去笑人家印度 又说 哇 周街都是 焚烧等等 看起来就是很惨烈的 事实上也是很惨烈 但是人家已经是经历了那个阵痛了 印度已经是过了那个时期了 所以人家就可以全力来发展经济 不需要再搞那些大龙讽 但是中国就不是 因为当初他们说 以清零来作为自豪 好了 现在清了两清的时候 全世界都不陪你玩这一套 得到大陆自己玩 但是动静封城又会破坏了经济发展 现在大陆都陷入一个两难里面 放好不放好呢 如果放的时候 肯定死的人多的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全世界都要面对这件事 一爆起上来的时候 所有就算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都好 那个医疗系统都是顶不住的 起码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大陆是不是愿意见到这些情况呢 或者说他在拖着呢 我相信就是拖着的 居多的 因为到最后始终是掩不住的 上海现在已经两千多宗了 当然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 我们就再跟进了 反正 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香港来说 早爆就好过持爆 不是我黑心的 而是终须一爆的 除非你说全香港人永远闭关不出不入而已 香港人是不是想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是的 大家都理性的 其实现在爆了这一波 之后就已经是缓和了 就会不用听的那些专家盲目在乱说 又说什么 第六波第七波 没有的了 外国都已经是借着Omicron这一波来去退场 有些国家甚至乎是不再为这些确诊数字做统计的了 所以就无所谓第六波第七波 爆完这一波 大部分人都有抗体了 有九成人都打了针 你还想怎样呢 是不是先了 已经是做到无可再做的了 你还想怎样呢 所以一定是要争取时间尽快的开放 你越迟开放 那些企业就越走得多 就利益了新加坡 这个就是客观事实 但是呢 这一只这样的林郑月娥 她就不是这样看 她又怎样说呢 就说 自己未了解到陈志思所说的内容和细节 但是她是强调陈志思表达的 仅仅是个人观点 虽然她是行会召集人 但是她是来自金融界的 意见就受到业界和她的背景所影响 至于会否为了留住人才 提早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林郑就强调是不会早过4月21号放宽的 但是呼吁市民要保持信心 我不知道她的信心是从何而来 对不对 你都不肯提早放宽 市民有些是吃谷种 有些是开工不足 有些是失业 有些是停身留职 怎样提高信心 神经 真是 所以她在这里借 陈志思来去树威 其实陈志思公开来说这些说话 某程度上来说 都是跟林郑来割席的 很有可能她在行会内部 已经是说过这些意见 可能说过很多次 内何的就是林郑都不听 或者她外与有些制肘 她做不到 但是陈志思没有可能不把她真正的想法说出来 否则说商界看不起她 她作为商界里面的一个专才 一个望族的后裔 她没有可能盲目地相信 那些是什么清零的 她自己都不相信 所以她就要把她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起码对她的业界有所交代 做不到的 就非战之罪了 起码她就表达了 我相信陈志思公开说这些是有她原因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另一单的消息 香港民意研究所日前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就说 每四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想移民的 而且计划移民的比率就在非民主派的支持者的板块上升 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经济因素的推动 当然政治因素就已经是推动了 一大班人 离开了香港 现在再加上那些严格的所谓防疫抗疫措施 又再赶一批人走 因为实在很多人是顶不住 经济是差得无可再差 都找不到吃的时候 不走有什么办法 所以 是双重因素来推动 经济因素 和政治因素 其实 我自己一直都说 就算有些人 想着留在香港 却赢得盘满 我提醒他们尤其是年轻的 遲早来说 香港人在香港有没有订期 这是一个问题 我说过很多次 在这个节目 其实在新冠大流行之前 有很多 高党次职业 高薪酬的职业 就已经是由港票人士来进行 尤其是那些中资的企业 他肯定是相信自己有的 是不是 怎么会是相信你呢 所谓亲疏有别 这个是华人几千年以来的传统 好了 大家又可以看看广州了 到底是广州人上位居多 还是外省人上位居多 再看近些深圳 有多少本地人是可以上位 直接就是外来人霸了整个城市 好了 香港当然了 现在还有七百多万人 走极都 但是 到底将来来说 还是港人治港 还是港漂治港 都不要说治港 究竟是真实有权力 还是大陆掌握全面管治权的议题 到底是港人还是港漂 搞清楚这个议题 你就知道将来的路向在哪里 当然了 照舊的 我就不会畏着大家的路向 做什么建议 因为是去是留都好 我认为都是值得尊重的 只要你的决定是经过了深思熟累就可以了 那我们又看看到底林郑如何来到她说了 他就说没有兴趣 也是不想评论这个调查结果的 只是呼吁市民要保持信心而已 如果市民是保持到信心 那个调查结果就不是每四个就有一个人想走 其实他自己都白痴莫变 根本上是过去两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政治因素 最近这一年就是经济因素了 因为你根本上就搞不定了 都已经没有了反对派了 为什么经济还差过以前呢 林郑自己出来解释一下 最后就想讲一下 有一段时间没有葡萄的尤慧晶 近日就拍了一条片 就叫市民不要移民 就跟他一起留在香港 医好香港这个地方 他还说到 就说信任是由沟通慢慢重建的 遇到拒绝沟通的人 不用起降的 也都不要勉强 他就讲了这样的说话 我真的有些疑问 第一 他就说叫人陪他一起留在香港 就医回好香港 但是他又没有提供一些具体的办法的 那豈不是有空谈 是不是先 空谈吾国 你要说人家跟你一起留在香港 医回好香港 你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 不是去拍这些片 更何况就是香港现在目前情况 有些人会觉得 医不医得回呢 可行性的问题 有些人就会觉得 医回了药肺 就索性躺平 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 其实他也要解决这些事情 是不是 更何况他说信任是由沟通慢慢重建的 遇到拒绝沟通的人 不需要起降 不需要勉强 我真是想反问他 当初本土派为什么会出现了呢?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反对民主党 走到中联办那里沟通 你说要沟通 到底你是对象是谁? 沟通 信任是由沟通慢慢重建的 别人走到中联办沟通的时候 你又不信任他 你就说信任是由沟通慢慢重建的 你跟谁沟通呢? 这些是没有很具体的说法的 所以我就觉得 很多疑问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要刻意把移民和留港来对立呢? 我认为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他就说到 说有人离开是为了疗伤 他就反问了 舍弃一切 任由香港这个地方的伤势加剧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能够令到自己康复的方法呢? 是我们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这些就有多少情绪勒索 道德广假了 为什么呢? 喂 你就说到别人走了那些 就任由香港的伤势加剧的 你怎么知道别人背后有没有做事 有没有捐钱 或者有没有做其他积极的事 或者帮回其他的移民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别人走了就是任由伤势加剧 你不让别人日日都很关心香港的情况吗? 这个是说不通的 就是故意将两样东西 处于一个对立面 我认为这种手法很有问题 一些是蓝丝惯用的手法 为什么他现在会做这些事? 当然我不是说他蓝丝 我也无意扣他母子 我只不过是质疑他 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手段 来拍片呢? 有很多方法来表述 千万不要将两样东西对立 所谓去留肝胆两坤轮 走的就没错 留的也没错 最重要是自己的决定 经过了心思熟虑 对得起自己 对得住天地良心就可以了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